看看这衣服 都发美了 这位叫爸爸给你买 看着天边似在眼前 也甘愿附红到户去走在一片 视频中的孩子父母离异 他独自跟着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脏兮兮的校服下 是穿得发霉的棉服 然而评论区低的留言却是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反早早就会做了 洗个衣服而已 难道不是默认从小就会的吗 收起棉服 就算这个可以 但是你如何就觉得 这个孩子能拎得动这近视的棉服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重点是穷人 而他是离的留守儿童 怕是洗个衣服都没人叫 这二者的性质 怕是他还没搞清楚 且不管这些论证到底合不合理 至少他们都要在 根据实际情况或者亲身经历来发言 而马荣他则是一副 何不是肉迷的态度 自己不觉得脏吗 自己想 没有人生来就懂事 小孩子没有大人在身边 很多手都是懵懵懂懂的 对这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 用此刻刻大可不必 况且他对这件事根本的未知全貌 一个当妈妈曾经也是主持人的人 难道就不懂不能拿自己的环境 去定个别人的道理吗 我想说 人家家里没有小太阳 也没有洗衣机 钱挣的也没有你偷的快 基于王宝强身边知情人透露 当初王宝强在家里意外解开了 马荣正在充电的手机 看到他和宋哲 以老公老婆相称 他当即联系马荣 马荣一同威胁后 就处于了失踪状态 于是王宝强一气之下 发了两个离婚声明 在发之前 他团队有劝过他 不要直接点名宋哲 但王宝强不同意 离婚声明引起大轰炸之后 马荣随即回应 欲改迷赏 善恶自有真相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并且起诉王宝强侵犯名誉 之后又有很多 王宝强的知情朋友挑了出来 发出了一系列 马荣出轨的证据 以及马荣将转移财产的消息 后来媒体爆出 王宝强连打离婚官司的钱 都没了 王宝强之前的银行卡账户 都有马荣一手掌管 他本人连在哪开过户都不知道 他只得跟着律师 还有工作人员 三个人一起拿着王宝强的身份证 挨个去银行问有没有开户 如果有 就看看明信 看完之后 就会被取走 于是马荣宋哲共同转移财产 也就被爆出 不久后 宋哲就以职务侵占罪名 被警方逮捕 王宝强上诉离婚 要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法院判决儿子归保抢 马荣不服判决 一边微博发言 一边继续上诉 他说王宝强买水菌卖菜 还向法院提供假证据 那些转卖房子的行为 都是王宝强信头雌黄 还叫嚣着 让王宝强把公认处意气高了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争吵 然后甚至他对我动手 从15年 我们年底的时候 其实是去拍了一个婚纱照 然后当时所有的团队 都是我们的朋友 其实氛围还不错 但是后来因为拍照的一些锁事 然后王宝强就有发脾气 然后对我动手打了我 还砸坏了酒店里的桌子 还有木质的那个百叶窗 有段时间 王宝强频繁地以打高尔夫的名义 飞去成都 后来大闹天竹开拍 他还没去谈办 就听到剧组人说 导演他女朋友来了 长得还挺漂亮的 然后我就 看到他那个 因为他所有的行程 是从剧组订的 他的机票 他的信息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人了 再后来 王宝强助理就说 宝强去约会了 七七的时候 两人还发520的红包 卖了一系列惨之后 又回头说 在离婚后的一年里 王宝强缠着他不放 不仅主动来求复合 孩子儿子过生日时 提出四个人一起过 然后到5月份的时候 他就说 我想给孩子过个生日 咱们四个人一起吃个饭吧 我说好 在求复合期间 王宝强给他打电话 发照片 写唱会 就打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头 他就一直在哭 就 哭得撕心裂肺的哭 附和无果后 王宝强又让他净神出户 他不仅想要两个孩子 还想要马荣每个月 给他支付服养费 甚至连马荣的包包 那一这些东西 他就要拿出来分 说到这里 他突然委屈 眼中含泪 那么小的时候 我就跟了你 然后这么多年 我也真心付出了 然后到最后 就是你完全 把我这十年的付出 不看在眼里 还说 王宝强离婚后 并不像大家所看到的 那般挪魄 什么生物分文 财产转意 连哪官司的钱 都是借来的 这些都是他胡说八道的 这种 一如剖腹马结伴的行为 根本没有为马荣 带来多大礼 法院二十的结果 依旧是王宝强大儿子 并且对于马荣上告的 名誉权案 法院也认定 王宝强不构成名誉侵权 不毁了他的诉讼情敲 眼看自己完全不占理 马荣也不肯认输 他回头又发长文说 请王宝强为了孩子 做一个有温度的父亲 他觉得法院里的所有人 都是病冷的 只有自己是真切为孩子的 他做了那么多努力 结果儿子还是有别人抚养 哪怕儿子到法院说 他想要和妈妈妹妹生活在一起 但是法官依旧不听不管 他痛着心扉的给儿子告别 并指的王宝强八年以来 没有带过一次孩子 就连在节目采访中 说的与孩子相处细节 也都是从自己这里听来的 不管真假 他说了这么多 并没有让人觉得很战利 作为正上升视野器的王宝强 虽然没有时间陪家人 但是从和孩子相处的细节 能看出 他对孩子的爱 一点不比马荣少 要不然孩子也不会说 让他居然墙脚 说的那么顺口 这一家四口 王宝强的地位最低 可是大家都亲身感受过的 现在抢孩子说他补骨架 当作勾勾搭搭 可是盼他不回家吧 让王宝强做个有温度的父亲 也请你做个有温度的母亲吧 离婚都两年了 马荣再次发布指责王宝强 说他买水军炒作 让自己不能安生 马荣不想再忍 直接放风花 预告八点方锤 对此 新浪程序员慌得一批 他们还怕系统瘫痪 还专门去买了个 暗秒收费的扩容 结果啥也不是 拉着全国观众 溜了一大圈 程序员都崩溃了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从马荣的这一波数据来看 他是真的 幽蠢幽坏 他口口声声说 王宝强没钱打官司是骗人的 但是他晒出的流水中 宝强是真的没钱的 将去2016年 8月15号 工作室转来的190万 他可就剩下了10几万了 好歹也是百亿影帝 账户只有10几万 合适吗 这流水也不就 明明白白的说着 马荣转移财产了吗 还有 宝强是真的救了 陈自诚300万打官司 人备注上写得清清楚楚 兄弟加油 所以马荣说他借钱打官司是装可怜 这不打脸吗 更有意思的是 工作室打进来的这190万 光是缴税就缴了182万 宝强都已经没钱打官司了 还不忘依法拿税 难怪马荣和宋哲 一直不能揪到王宝强的小辫子 这场离婚大戏已经延了两年 马荣数度抹黑王宝强 可惜 人却一次彼此形象高大 天天说王宝强找水军 看来他最大的水军就是马荣 马荣除了智商不怎么高之外 行商也差得不能行 在那么多骂他的评论里 他偏偏挑了个最难的回复 你有可能跟王宝强说过 这和说刘婶儿童不显脏 自己洗衣服 几乎是如出一辙 这些年他虽然消停了不少 但是掀起的风波依然不小 比如想到短视频频打开直播 可能是觉得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大家都忘差不多了 于是就去直播试水 他直播带过一款项链 网友本就不买账 看着他的穿着之后 更是毫不客气地点了举报 不过马荣却很淡定 他说网上报道的这些 均是不实消息 顺便表示真正的直播 在准备中 请大家多多期待 这有图有真相 原谅我不能信 没多久马荣再次直播 和闺蜜有说有笑 打谈护肤秘籍 自家有趣事 然而热闹的评论区里 去满屏都是 马金莲 宋西门 还有人不断问他 还缺不缺经纪人 钱不钱不要紧 关键是喜欢这份职业 看着满屏的冷战热讽 马荣起初还能用喝水和微笑 掩饰尴尬 最终他只直播了21分钟 便草草下了线 但在这21分钟里 他收到的礼物 就已经高达十几万了 但他似乎还想 一鼓作气再接再厉 他不断活跃在评论区 不停地跑出诱饵 引导关注 依靠着王宝强带来的热度 马荣耗流量 耗得也是如鱼得水 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再去挑衅别人 这一次 他终于将账号设成了私密 不知道下一次 也会什么方式 舞蹈观众面前